全坛史上最惹人非议的一幕 泰森连咬两次霍里菲尔德耳朵 场面一度失控 铁血时代一去不复返 是什么让泰森如此失控 竟然堵上了职业生涯的前途 不怕吊销执照 也要违反全坛规则 那看完这场比赛 你就会感叹霍里菲尔德纯属咎由自屈 这场比赛发生在1997年的6月28日 是泰森与霍里菲尔德的二番战 由于一番战中 霍里菲尔德利用无赖战术铁头弓 顶伤泰森眼角 打乱泰森比赛节奏 最后在第11回合裁判终止比赛 霍里菲尔德以TKO的方式 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二纯 然而这场比赛让全民非常愤怒 甚至有人呼吁 霍里菲尔德应该滚出拳坛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泰森的吸血经纪人唐基 免人的发现了新大路 极力促成了这场二番战 迄今10亿每刀 泰森也拿到了3000万每刀的 出场费 霍里菲尔德更是拿到了3500万 一度刷新了拳击史上最高出场费 而霍里菲尔德也不负众望 将无耻无底线发挥到了极致 彻底惹怒怒泰森 猛兽即将猪龙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这场经典大战 好比赛开始 穿着黑色胆裤的就是社会武森哥 前侧后排 上来泰森就发起了进攻 再来前侧 普通过老霍的一个进攻 话说全民队老霍的一个期望 就是把这场比赛打得干净一点 就像对战弗尔曼一样 全权对护 正大光明的赢得泰森 但是老霍心里想着 正大光明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样我就打不过泰森了 所以说我必须得用点手段 泰森也想为一反战复仇 左摆猛击老霍 老霍左摆回击 泰森俯身想要进攻 但是被老霍直接搂抱住 但是搂抱猛这倒没什么 就像当时阿里与福尔曼的对决 他也会用搂抱来缓解伤害 只要没有别的小动作就行 那泰森眼神犀利 前次后白老霍直接搂抱住泰森 然后打出了击负 这就是小动作了 我们刚才看到裁判也是迅速的过来 将其分开 泰森怒视老霍 左手摆拳后手中拳 虽然后手拳被躲过 但左手拳积极实的打在了老霍的命门上 我们看得出老霍对泰森的体拳是有所畏惧的 好泰森胡适担担 后手中拳后手击负口 抓住百拳 老霍也是打出了精彩的反击 打完之后直接搂抱着泰森 双方的一个比赛频率非常快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清楚 老霍蹦打着向泰森逼前次 泰森回应一个后手中拳 但是没有打中 可以说双方打了一波空拳 泰森前次 想要突进 但是没能突进去 就被老霍直接搂抱住了 老霍利用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的优势 将泰森往后慢慢的推 踩完上前 将两人分开 好泰森重新调整状态 左手摆圈 老霍顺势一推 将泰森分开 泰森前次老霍后摆 后摆 但是左摆镂空 又是后手杂拳 好双方是一波换血 前次 前次 双方都是前手自拳 后手中拳 但是老霍没有打到泰森 前手平高击负 实时搂抱着泰森 等待裁判将近分开 而且老霍在搂抱的时候 他的头部一直是顶着泰森 明明个子比泰森高 但给人的感觉 好像他个子低一样 双方又是一波进攻 但是都没有命中 老霍也是紧急再次抱着泰森 害怕泰森在近距离的时候 给他造成大的一个伤害 泰森将近分开 老霍后手中前 左手摆圈 后手摆圈 左手摆圈 好 不断的一个组合圈 打中了泰森 泰森打出了反击 没有效果 被挡了下来 而泰森刚才的一个俯身摇闪 也没有躲过去 泰森前次 老霍挡住攻击 甚至将其推开 泰森想要进攻 但是老霍抱着头 懂着泰森 根本不给泰森的机会 可以说这波老霍是占了很大优势 但这些伤害对泰森就是毛毛雨 前手平高 打中了老霍的后脑 老霍就像无赖一样 趴在了泰森身上 裁判连拉都拉了半天才拉开 第一回合还有六秒钟 后手中拳 击负上钩拳 老霍在泰森一出拳 就搂抱住了泰森 因为说他还没做好准备呢 其实第一回合老霍打的还是比较干脆的 我们看一下回放 后手中拳 泰森左手摆拳 后手中拳 但是被泰森挡了一下 第二回合开始 泰森前次发起攻击 但是被老霍直接搂住了 这也是老霍的一个战术 当自己没有准备好 没有好发力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就搂住泰森 防止泰森的一个近战 因为泰森在一突围以后 他的一个拳击伤害太大了 可以说双方现在是精神高度的一个集中 是寻找着战机 是出击 还是迎击 还是反击 前次 老霍用胳膊护着头部 迅速撤离 左排 但是泰森直接搂住了老霍的一个头部 而老霍还在出拳打着泰森 泰森看着裁判说 犯规了 犯规了 而这犯规的一拳 将泰森的眼角直接开瓢了 而裁判对此却置之不理 此时 泰森的小火苗就蹭下就起来了 心里发誓 是要将老霍打得连他娘都不认识他 但这种打不起来的感觉 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 让人感觉非常的无奈 也很憋屈 前手摆拳 但是老霍直接是低头 拱向泰森 然后随时将他推开 泰森想要进攻 老霍用胳膊顶着泰森 来一个后手摆拳 打中了泰森的头部 老霍乘声追击 上勾拳 左手摆拳 打完之后 双方就搂抱在了一起 泰森也是紧紧压制着老霍的胳膊 防止老霍再有小动作 而老霍头一低 就是顶着泰森的额头 连裁判拉了半天才拉开 重新回到场中央 左手摆拳 后手中拳 老霍用头顶着泰森 左手摆拳 打中泰森 然后迅速撤离 前手摆拳 前手摆拳 双方都打出了前手摆拳 但都没有命中 泰森打出了后手中拳 老霍前手击负 然后直接搂着泰森的头 让泰森没法攻击 前刺后中 前手摆拳 后手中拳 但是泰森都躲了过去 老霍直接就再次扑到泰森的身上 让泰森无法打出他的一个伤害 不得不说 老霍这套战术真的是非常的好 能有效地遏制住泰森的一个进攻 也能激起泰森的一个怒火 而人在生气的时候 往往他的感性将会大于理性 这是失败的一个前奏 老霍打了一套就抱住泰森 裁判想要将其分开 但是老霍不松手 还打出后手中拳 然后紧紧的将泰森顶在龙边 看着老霍还非常生气 因为泰森此时也夹住了他的一个手臂 双方可以说是互相不服 看着都不顺眼 比赛继续 泰森前刺 后手中拳命中老霍 左手摆前 再次命中老霍 老霍也打出了反击 而泰森也学习老霍直接抱着他 占一拨便宜就摟抱着让裁判来将双方分开 而裁判也是说累死我了 你两个怎么回事分了半天才分开 泰森左手摆前 再次逼近被老霍这次时间抓住了胳膊 而裁判分还是分不开 老霍说我就是不松手 要头顶着你让你的血不停的流 泰森回到场中央迅速挪动着步伐准备发进攻 第二回合时间到 队一也为泰森紧急矗立的伤口 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精彩回方 泰森后手拳没有打中 此时裁判应该是将其分开的 老霍打出了一个左手摆拳 直接打在了泰森的一个脸上 这也是让泰森非常不爽的一点 第三回合开始 泰森走到场中间 发现自己没有带雾齿 因为自己太过于愤怒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预兆 泰森不断的放动寻找机会 后手中前 左摆 左摆 然后像乌龟一样抱着头 把泰森推开 泰森又是后手中前 左手摆拳 后手中前 老霍真的是像一个小乌龟一样 抱着自己头 要么抱着泰森头 然后大步的拉扯 让泰森的一个失去重心 双方分开 此时的泰森就像一个愤怒的小牛犊 只想把老霍直接打趴下 老霍一波进攻没有得逞 就顺势抱着泰森 可以说将自己的无耻发挥到零零尽致 虽然泰森也是非常的无奈 前次但是没有打中 前次后手中拳 老霍又一次摟住了泰森 裁判再次将双方分开 老霍看着也是一个狠人 老霍用拳手拳试探 前手摆签 打完之后就抱住泰森 在拢抱的时候小碎前不断 小动作不停 分开后泰森失业 来呀来呀 后手中前 泰森俯身走过 上着想步伐 左手摆签 打完之后老霍就直接又拢抱住了泰森 真的是两人就像如胶似漆的夫妻 怎么分都分不开 而泰森也是刚才用胳膊顶着老霍的脖子 防止他在顶自己的一个伤口 你看老霍的头 他一滴就是要顶着泰森的一个伤口 两人开始了进战 但是弹都在一块 谁也站不上便宜 谁也打不住伤害 老霍就索性将泰森吞开 后手前前手肌腹 前手摆签 后手中前 老霍这一套攻击很利落 打在了泰森的身上 他双方铲暴走摆 但是没打住泰森 泰森回一个左手摆签 左手摆签后手中前 命中了老霍 老霍立马就搂抱住泰森 用自己缠身的胳膊 控制着泰森的一个胳膊 不让泰森进行一个攻击 裁判分了半天 才将两人分开 而这不断的搂抱 让泰森的怒火不断的中烧 两人拼了一个前四拳 向后换血 左手摆签 老霍随时直接摟抱着泰森 泰森直接咬上了老霍的一个耳朵上 老霍跳起了第一次口 我们看他蹦得好happy 下面人笑得好开心 泰森还对他推了一下 老霍拿拳头指着自己耳朵说 你干嘛呢 疯狗一样咬我干啥 看来刚才那个老霍 彻底将泰森的最后一线稻草压倒了 老霍也是非常的无语 再看泰森 他满脸怒容 伸了伸舌头说 这血还不错 让你摟抱我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用这种无赖的打法 对于一位老霍 处理了一下伤口 裁判也对泰森做出了警告 说不能这样干呀 这是违反拳击规则的 经过短短的休息 那比赛继续 双方来到长中央 裁判说着 你两个都是一代拳王 不能这样干了 好比赛继续 老霍前次试探 泰森前次后手中拳 双方又打这一块 老霍迅速撤离 泰森前次后撞 防御老霍的一切 泰森组合拳他在击负 来再来咬一口 把老霍疼得又是原地起跳 泰森摟着身体说 来呀来呀打我呀 直到泰森已经彻底疯了 他就想把老霍打到自己的脚底下 而老霍也坚持着与泰森赢比赛 但是他的头不敢再顶泰森了 他害怕泰森再给他来嘴巴 好第三回合时间到 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 泰森一击中拳落空以后 老霍抱着他 泰森直接张嘴 来了一口 给老霍疼的 甩开泰森就开始原地起跳 然后前手拳 命中泰森 泰森后手前再次打空 老霍又一次摟抱住泰森 泰森再来一下吧 好 泰森因为犯规被吊销 拳击执照 而双方的团队也都相互不服 擂台也发生了一个混乱的一个混战 老霍也是彻底判了泰森 赶紧就带着自己的团队走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